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我是戴立岡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我们离我们地球最近的火星呢 大家一直在思考着 要到上面去居住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而8月7号呢 美国NASA的好奇号太空船 也要登陆火星了 不过最近呢 NASA公布了两张照片哦 这照片里面凸显了什么呢 凸显了火星上 可能有一个大的水库 火星上可能会有一些水的踪迹呢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 第一位请到的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岡 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立岡好 各位晚安 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立岡好 大家好 深化博士江晃荣 立岡好 大家好 还有文史工作者翁灿耀 大家好 好 我们可以注意到 火星呢是大家最近最好奇的 而且我们太空船 也要开始逐渐地接近火星轨道了 但NASA公布了照片哦 照片上面我们先看到什么呢 先注意到的是有个火山口 而这个火山口代表了些什么含义啊 对 其实这个所谓的探测船 拍到了火星表面出现了陨石坑 然后陨石坑里面呢 又有一个这样的洞 照道理一般我们的观众朋友 看了觉得这有什么 对不对 但是在科学家的眼中 他认为这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 这火山的斜坡上面中间的这个洞 对 这个火山叫做蒙尼斯火山 那是从底下喷发上来之后 它这边产生了一个火山口的洞 那这个蒙尼斯火山的斜坡上面 现在有一个类似陨石坑的这样的一个洞 对不对 那这个洞里头又有一个小洞 看起来很小 我跟立冈报告 这个小洞35米宽 35米宽相当于多少呢 大概就是一到两个篮球场这么大 所以这个洞其实照片很小 其实它是很大的 然后根据他们科学家 一系列拍了照片去研判 这个洞的深度大概有20公尺 深度20公尺 好 那讲神秘一点 这个洞就是通往火星的地心嘛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科学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图案之后 这个图片之后 他们不禁要去想 到底这个洞里面有什么 这个洞里面是不是也许就是适合 生物居住的环境 因为我们晓得火星 它是一个环境很恶劣的星球 对 比方说温差很高 立冈你是气象专家 你告诉我们火星的温差 可能高达多少 火星的温差在白天的时候 太阳日照之下 大概也只有5度到6度左右 但是背光面 也就是说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的温度可在零下120度呢 好 你看温差差这么多 第二个呢 它有沙尘暴 所以我们看到的火星呢 都是什么 红红的一片 因为氧化铁嘛 博士之前曾经提过 然后呢 受沙尘所侵蚀的一个星球 还有火星表面的大气 主要都是以二氧化碳为多 二氧化碳 如果我们以人类的观点来讲 我们需要是氧 不是二氧化碳 也不是氮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洞里面是什么呢 有没有水呢 现在是不是可能还有水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因为火星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有探讨过这个问题 火星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水的踪迹存在呢 没有错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下张照片 各位 水的痕迹 有没有存在过 这个红框框起来的就代表 很可能是水的痕迹 议员立刚我跟你报告 我刚刚讲到 火星的表面都是沙尘 这些为什么红红一片 是因为氧化铁的关系 可是为什么这个颜色 跟其他比起来不太一样 它黑黑的呢 对 科学家研判很可能以前 有水流过 所以造成了黑色的痕迹 因为石坑里面有水流过 就会有沉积物 所以有黑色痕迹 然后他们认为 这个流过的这个 我们讲 姑且我称之它叫 水流过的河道好不好 它通往哪呢 如果我们刚刚刚刚 刚我讲那个黑洞 去联想在一块 它是不是可能跟古老一个地下 观众朋友看一下 地下水库 融为一体 我这样讲好了 它流到哪了 再跟刚刚那个洞做结合 流到洞里去了 所以洞里头 搞不好有一个地下水库 不过钟伯伦 你刚刚讲到这个 像8月7号 那个好奇号要准备 要登陆在火星上 好奇号上面前面 有一个耙子 它准备要去挖火星的这个土壤 它只要挖下去一些深度 就可以来探测到 火星的地表下面 会不会有一些水的含量存在 利刚 你告诉我这个消息太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看 火星表面的照片 再加上科学家 按照阴影去研判 可能深达20米 又发现有黑色沉淀物 可能是水流过的痕迹 然后可能有地下水库 最后我要跟观众朋友 做一个总结 美国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 的一个科学家叫Eric 他说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 改变了人类对火星的想法了 可能也许火星当初在形成的时候 就已经有水的存在了 现在我们虽然知道 博士曾经说过 火星还是有水的 对不对 可是好像不多 会不会有外星人 会不会有另外一些 神奇的事情在里面呢 博士 是 刚才明毅谈到的奥地利 其实风景很漂亮 我虽然没去过 但是我曾经梦游过 那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个非常漂亮的 奥地利的无仰湖 叫做托普利兹湖 他大概是位于西北边 觉得已经靠近边界 大概是西北的一个大城 叫扫兹堡 东南的一百公里次 三面环山 这个这个湖泊 为什么称为无仰湖 他在二十公尺以上的话 你可以看到鱼类在游 因为鱼需要养 可是二十公尺以下的话 因为缘分的关系 变成无仰湖 那无仰湖不代表 就没有生物在底下了 有有艳养的生物 但是没有耗养的生物在 人就是耗养 对 人是耗养 鱼也是耗养 过去的五十年来 根据调查 已经有五名潜水戶在里面 就已经过世了 就是因为缺养 但是有一些艳养的生物在 但是我们要谈的不是这边 说传说有 希特勒当时里面有长黄金 有五十箱的黄金 二十二箱的珠宝 跟二十箱的金币 就丢进无仰湖里面 这个话怎么讲 因为希特勒曾经在 一九四零年代 他正风光的时候 曾经在欧洲的很多据点 来开辟一些新的研究单位 这个地方就是水下的研究单位 他曾经研究水下炸弹 水下炸弹 而且水下炸弹 还曾经试爆有四千公斤 然后水下的新型的雨雷 或者是从水底发射的飞弹 还曾经试射成功 还打到附近的附近的城镇去 然后这个计划还没有完全用在战场上 他就输掉了 还好就输掉 可是在一九四四年 纳粹的末期的时候 附近的居民看到 就丢了这些金银珠宝 金银珠宝把他丢到这个湖里面去了 丢进无仰湖也有他的构想 因为是人气的话不容易生存 不容易生存 后来在战后 战后很多研究人就开始研究说 原来希特有另外一个计划 叫做伯恩哈特行动 伯恩哈特行动就是制造假钞票 他就从集中营找了一些制造 制造英国的钱币 跟美国的钱币的高手 他要瘫痪英美的金融 金融 但是做得为面为窍 然后后来又把他连财取说 这个湖泊里面 无仰湖里面丢的就是 可能就是假钞票 跟假红金就是撈 果然是说里面是 有一部分是假的 就是说这个行动 是制造假钞票 那讲到希特勒的黄金 我们就想到他跟日本 当时是发动世界大战 那我这本书里面的 这个文章里面谈到说 日本的天王的金块 跟希特勒合在一起 他们战争快结束的时候 认为说如果两个国家 全部都输掉 一代一早就输了 他们会东山在一起 东山需要钱就藏黄金 希特勒就到次藏 然后日本也藏 常常也藏在菲律宾 那有一部分曾经被马可 是找到 有一部分曾经被马可 后来马可被审判的时候 他也承认说 有一部分在菲律宾 黄金被找到 那这是希特勒当时 就是推动了很多 假钞计划 然后一些倒是藏 黄金的计划 那跟奥地利有关 那选择风景这么漂亮的 湖泊 来藏他的黄金 风景这么漂亮的湖泊 这希特勒把黄金藏在底下 日本人把黄金给藏到菲律宾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优美的风景 的奥地利的湖 但是让我想到什么 想到在月球的背面 会不会藏有很奇怪的东西在那里 华干 月球的背面藏了什么 看这张图 我跟你讲 纽约时报最近的调查报导 非常的惊人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想想看 1969年Armstrong不是登陆月球吗 对 可是后来为什么 没有在月球继续探测呢 后来为什么 没有建立月球基地呢 为什么 答案即将揭晓 现在科学家非常怀疑 这是中国刚刚发射的 什么 嫦娥二号绕月探测卫星 拍到月球背面的景象 请看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画面 注意 它是具有立体的正方形 似乎像是石块堆叠出来的一种人造物 但是不知道是人类造的 还是外星人造的 因为它的形状跟旁边的地形不太相同 完全不一样 有直角出现 是一个像一个建筑物的结构 在从月球表面的 完全正确 探测卫星不可能会说谎 来我们看 OK 回到1969年那一天 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候 阿波罗11号太空船 当阿姆斯壮 踏下他的太空船 大家都知道他讲的那句名言 我的这是人类的一大步 OK 大家看到现在画面上 这就是阿姆斯壮 他踏到月球的表面的时候 所说的一句话 但是这个时候VHF信号突然中断了 曾经中断了好几秒 这是人类所不知道的事情 只有NASA知道 现在还原当时的对话 但NASA那时候并没有公布那些断掉的讯号 到现在还不公布 没有错 到现在还不愿意公布 他说了什么 第一句就是问 What's up 出了什么事 阿波罗11号请回答 就是要阿姆斯壮 回答对不对 阿姆斯壮顿了几秒 然后悠悠地说 这家伙真大 very huge 真是巨大 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那里有 可我现在我们登月小体 完全不一样的什么 太空船 有一艘完全不一样的太空船 而且阿姆斯壮讲了一句最重要的话 他们在看着我们 他们在看着我们 也就在看着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的那几步 等于是在注意着你 你知道吗 以一种不友善 以一种很不屑的眼光在注意你 所以说这一段那个时候 他在讲这 他在问出了什么事的时候 你知道吗 当时有哪里 有中国 有苏联 有英国 各国的科学家 也都在监听VHF讯号 结果这时候 NASA把它切到什么 把它切到安全频道去 不让听 所以这一段始终没有被 其他的科学家给听到 OK 好 这件事情 你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拿出来提 因为 因为2009年是人类登月40周年纪念 OK 40周年纪念 阿姆斯壮终于承认了 他终于在一封信上 写给朋友的信上 承认说他的确看到了有外星人的太空船在他们登月的时候在注意着他 他在信里面形容得非常清楚 而这一段后来被美国海军情报局的一个科学家他也承认说这一段的确当时阿姆斯壮有跟太空总署描述得非常详细 就是说当时他说太空船这个外星人的太空船能够发动对地球人的攻击 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摧毁地球 阿姆斯壮在当时1969年登陆月球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些话被美国NASA封口了不能讲 博士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我补充叫刚才华干讲的 这个阿姆斯壮当时登陆月球的时候 后来写信给他的朋友 那个朋友是我在国外开会的时候遇到的 那个叫做科罗曼 他就交给我阿姆斯壮亲笔谁的信 是用手谁 后来我把他打字用轻词 把他放在十年前我出版的书里面 结果没有被骂 我一直认识说 就引刚才华干讲的 你看嘛 月球是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这为什么阿波罗计划已经结识了四十几年 十几年来美国的科技进步何止千里 为什么不敢再去登陆月球 反而要找乎星 因为月球已经有其他的生物在 其他的生物在可能科技比你高 警告你你敢来吗 你没来我土地公 你没来拜这个土地公 就闯进我的地盘来 这是不对的 所以美国掩盖了很多登月计划的真相 很多太空人在外太空 其实都有看到一些不明灰性物 这张是月球表面的照片 我们看月球这个表面的坑坑洞洞 你看这个白色的亮点 这个三十几公里 长三十几公里 这个非常的惊人 这么大 你看你很难以想象 还有阿波罗十一号曾经公布 曾经公布一张很有名的照片 这是美国观众公布的 这是从外太空拍地球 你看到旁边的那个白色的亮点 是什么 摩托其事 就跟着太空船一直绕一直绕 你回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那这张的正式公布 可是美国拉莎当局就拒绝来评论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更有名的是 阿波罗十四号当时有人 太空人叫米奇尔 这位是航太博士 今年七十七岁 他是第六位 美国宣称第六位 登上月球的太空人 他曾经创下在太空停留 九小时十七 九小时十七分钟的记录 那这个人退休 又在研究操场现象 我必须解释说 美国的太空人 跟苏联的太空人退休以后 大概几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 驻精神病院 驻精神病院 驻精神分裂 他不敢相信 他看到外星人 因为他看到一些 他不能相信的东西 第二条路就是跟我们一样 加热我们研究飞碟 因为他看到 第三条路当传教士 很有税务力 他根据这些信徒说 你们要相信上帝 上帝直接存在 上帝就是外星人 因为我看到 有三个 有三条路让他选择 米奇尔是选择 当研究操场现象 他就公开对了记者讲 他就是相信外星人他就看到三个直径十五到三十公尺的不明飞行物体 那几十天来不敢讲 很多人不敢讲 像阿姆斯上一样 三十九岁就被退休 如果是号称第一位太空人 号称第一个太空人的话 他是不是退休以后要教导后辈 要把这个经验传承 你们看到都没有 被强迫退休 这是一个问号 所以美国真的在整个阿波罗计划是疑点匆匆 美国在整个阿波罗计划里面 因为看到了可能月球上面 有些不该看到的东西 但是你从月球上面看到我们地球 尤其在北极 格陵兰岛上面有大片的冰 因为他是在北极 但最近这些冰可出现了状况 因为开始融化了 华干 冰开始在融化了 全球暖化已经不再是 我们嘴巴上面 可以随便讲的 真真实实的画面 就在我们面前这样发生 你看这是一艘小艇 这是一艘观光的小艇 在格陵兰的海面上面所拍摄到 你看 哇 他等于是说怎么样 他等于是说 忽然之间 整个都崩塌在我们的眼前 对不对 你看 那一艘 那一艘 那一艘游艇 你看 海啸过来了 对对对 海啸过来了 仔细看 仔细看 整个画面开始扭曲 为什么 因为这个摄影师在讲 他说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声音 他其实讲了一句话 非常传神 他说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害怕 我终于知道 我的性命可能下一秒 就要完蛋了 因为那个冰山崩塌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直接朝他袭击而来 后来这艘船上没有人伤亡 很不容易 可是这艘船在闪躲的时候撞到冰块 回去那个舵还修了半天才修好 还能够继续载人出海 不过那个船主说 这个真的是很恐怖 他从来就没有说 在游客出来看冰山 结果冰山就在他面前 你知道泰山崩塌前 就是这个样子 起了迷你海啸 对迷你海啸 你要在现场 才能感受到那种暖化 造成的破坏跟威力 南北韩人前下毒手 人后手拉手 广告回来告诉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